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中国多地爆发不明肺炎 目前上海已快速进入高峰 一天感染40万人 预计下周每日将有100万人感染 甚至有医院100名医护和家人全军覆没 11月21日和22日 一家监测全球疾病爆发的机构连续两天警告 一种不明的肺炎正在中国广泛爆发 22日 该机构再次表示 从初步报告上看 中国儿童爆发的不明肺炎跟支援体肺炎不一样 Promed是最早发现包括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和COVID-19等病毒爆发的机构之一 2019年12月下旬 就是Promed首先向全球发出COVID-19疫情爆发的警报 称呼吸道疾病正在席卷武汉市 科学家们本周在对一种神秘的类似肺炎的疾病表示担忧 称这种疾病使中国医院挤满了患病儿童 中国多个大城市 包括北京 天津 深圳及吉林 辽宁等地的儿童医院都人满为患 甚至连打调评结束后 请护士拔针都要排队 11月21日Promed引用了一位北京公民的话说 儿童患者的主要症状是发烧 没有咳嗽 许多人的CT扫描结果有肺结结 Promed的编辑表示 中国儿童的不明肺炎不是典型的支援体肺炎 因为支援体通常会导致斑片状浸润 而不是X光片下呈现的肺结结果 大部分专家都表示 支援体肺炎很容易治疗 现在外界担心大陆儿童爆发的不是支援体肺炎 而是新的不知名病原体导致的 北京一家医院儿科大夫王爷告诉大纪元记者说 这波感染没有有效的药物 我把能治疗支援体肺炎的药都吃了一遍 也没有效果 所以我怀疑这不是支援体肺炎 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Johnson Liu表示 由于信息不透明 世卫组织担心 中国现在流行的肺炎会再次造成全球瘟疫大流行 据知情人士爆料 目前上海已快速进入高峰 一天感染40万人 预计下周每日将有100万人感染 有医院100名医护和家人全军覆没 世卫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儿童聚集感染信息 11月23日 有网友在X平台上发布截图消息称 22日晚上得知 上海中山医院急诊科100位医护人员全部中招 而且他们的各自家庭成员也全军覆没 还有徐中兴干部病房 医生护士护工 包括病人也全中招 上海市卫健委会议研判 预计下周峰值到来 每天阳性人数将达到100万 并持续一周 据截图内容显示 有六种病症一起来袭 本次爆发的呼吸道感染流行病排行 一是新冠病毒感染 二是流感 三是肺炎支援体感染 四是呼吸道腺病毒感染 五是呼吸道荷包病毒感染 六是感染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病毒 即混合感染 此六种病症之下 各地医院黑压压的全是人 这名网友还补充表示 按复旦工位的模型计算结果出来了 总计全是有2000万人要感染 上海市总人口2489.4万人 即有80%感染 该网友指出 据上海市CDC 也就是疾病控制中心技术统计数据 上海已快速进入高峰 昨天已经发生40万例 检测了900万人次 现在每天增速是60%到80% 换句话说 今天就可能已新增到60至70万例 参照北京最高峰时为每日100万以上的数据 因此后面几天会快速达到高峰 据自由亚洲电台22日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 本月初曾发布 北京市儿童医院每天呼吸道感染接诊病例 已达3500至3600人 据报 以这波呼吸道疾病为主 已出现流感与支援体交叉的感染 不少儿童感染后出现白费现象 包含北京 上海 广西 河南等各大医院儿科门诊急诊爆满 报道称 北京天津疑似爆发大规模支援体肺炎感染 北京各大儿科医院病患暴增 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接线员说 现在等候时间都特别长 尤其是病毒高峰期 今天是没有预约号了 你要到现场排队 等加号 至少也要等4个小时以上了 报道还称 北京有医院儿科贴出提示 急诊号现在等候时间24小时以上 该院儿科接线员说 你要现在挂的话 前面等候着的最少还有一千人呢 现在还在叫昨天的呢 今天的都没有看 今天的都是明天的看 你现在挂号 得等到明天下午五六点以后才能看 报道指 有家长网上抱怨天津北陈医院挂到3000号 而天津北陈医院接线员说 反正您如果在新衣宝上挂不上号 应当就没号了 而天津市儿童医院接线员说 咱没有急诊 咱现在也停诊了 您明天一早吧 当被问及为何两点半就停诊 该接线员说 因为看不完呀 大夫四点下班 患者太多了 我们只有两个大夫 北京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李玉川告诉央广网 目前医院内科弑菌接诊患者超7000人 目前流感呼吸道荷包病毒 腺病毒 已取代支援体成为本次感染高峰的主要病原体 有曝光视频显示 北京一家医院人头攒动 人满为患 11月23日 中日友好医院官方预约挂号小程序 本部和西区的知名专家号 副主任医师号 特需专家号都已经约满 另外 在京都儿童医院官方预约挂号小程序中 该院的呼吸科在11月23日至11月26日都显示为5号 北京各学校中一些感染病例较多的班级已经停课 而天津儿童医院日均接诊多达13000人 由于接诊量激增 有护士因超负荷工作直接累晕了 11月24日凌晨 天津儿科医院急诊教号大厅上的屏幕显示 就诊的儿童排到了1000多号 中国媒体报道的最普遍的就是这次的呼吸道流行病 由流感病毒 呼吸道荷包病毒 偏肺病毒 肺炎支援体病毒 腺病毒 鼻病毒等或混合感染引发 而显有提及中共病毒 据新京报21日报道 北京肺炎支援体已流行近三个月 儿科门诊仍处于高压态势 北京进入呼吸道疾病高发期 流感 新冠 荷包病毒等开始活跃起来 沈阳官方网站22的消息 近日沈阳报告流感病例呈上升趋势 14周岁以下的儿童占比最多 数据显示流感 呼吸道荷包病毒等多种病原体 造成呼吸道感染病例较多 并存在混合感染和交叉感染 其中肺炎支援体占比较高 支援体肺炎来势汹汹 据澎湃新闻报道 进入11月 大连市各大医院儿科门急诊的接诊量依旧居高不下 其中肺炎支援体感染的发病数占比不小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希望广场儿童院区呼吸二科主任单玉侠表示 该门诊近期持续处于医疗高峰期 日均接诊量达3500人次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 18日在海外社媒X平台上发文直指黑暗统治 大连疫情爆发被掩盖 赵兰健表示 大连儿童医院人满为患 有关消息被全网删除 任何与大连疫情有关的民间自然消息被禁止 只留下官方统一口径 赵兰健说 通过朋友确定大连现在特别紧张 是以感冒和支气管肺炎的名义 解释现在的病毒传播危机社会现象 赵兰健表示 也有个别政府的官方通知泄露了新冠字眼 同时强调了很多种病毒传染性疾病的交叉重叠感染 大连已经开始死人了 因为这次疫情太严重了 我问了大连的朋友 人人都很恐惧 11月22日有视频曝光 吉林省长春市集大二院检验科也患而爆满 后诊厅坐无虚席 患而中有婴儿 也有地上跑的孩子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日前称 其外孙女高烧40.6度 呼吁适度搞些预防 遭网友嘲讽 网友纷纷嘲讽说 你为他们站台这么久 你的亲人也没有幸免 这又是何苦来 那句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那么快就忘记了吗 大家说说这算不算是现实报呢 中共上台之后就一直在行恶政 破坏传统文化 败坏社会道德 迫害中国民众 包括中共自己的官员 犯下的罪恶庆祝难输 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迫害 造成约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其对民众的迫害 由于江泽民发动的镇压法轮功最为邪恶 法轮功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佛家修炼功法 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的高德大法 1992年5月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开始公开向社会传授法轮功 驱病健身 效果显著 出现了许多奇迹 很多人称为神迹 在短短几年内 到1998年 据中共内部统计 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达到7000万到1亿人 人们修心向善 健康得到改善 社会风气好转 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中国时任党魁江泽民 因恐惧和妒忌法轮功学员人数 超过中共党员 不顾法轮功的证明效果 不顾官员和民众的普遍反对 于1999年7月20日 悍然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 实行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搞垮 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 狂言要在三个月消灭法轮功 为此 他不惜在天安门广场炮制所谓自焚伪案来诋毁法轮功 不惜把天文数字的国民经济耗费在对无辜民众的迫害上 不惜动用超过百种的酷刑 包括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其迫害的人数达亿万之重 迫害的范围席卷了十几亿中国人并波及到全世界 投入了不可计量的政府资源 其迫害惨绝人寰的程度无以复加 并且至今已持续了24年 这个千古奇缘 这滔天大罪 当年残暴的泥路都无法比拟 亿万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与谎言 秉承大善大忍胸怀 用和平理性的方式用自己巨大的承受与付出 向各级政府官员和社会大众 包括迫害元凶讲述真相 他们承受的苦难与他们的善良令天地动容 善恶有报是天理 中共被淘汰是历史的必然 这次新冠疫情就是针对中共而来 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已被上天清理 更多的恶人和助恶为虐者 已遭到报应或面临被清理的下场 在这次大瘟疫来临之前 上天曾一次次警示当政者 包括当年的非典 沙尘暴等等 也是在给人们醒悟的机会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迫害仍在持续 必然引发更多更大的天法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始说 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 自己哪里不好 希望给机会改过 这才是办法 这才是灵丹妙药 历史上也有过经验与教训 东汉时的张道玲 他让有病染疫的人把一生所犯的错误 一条条回忆记下来 用笔写好扔到水里 同时向神发誓 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情 人们纷纷按此法去做 果真瘟疫不见了 欧洲也有同样的例子 1633年黑死病肆虐 德国巴伐利亚的欧伯阿梅高村里 每两户人家至少死一人 村民万分恐惧 他们在神父带领下跪下来 虔诚的向上帝祷告 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在黑死病中 免于灭顶之灾 他们将用实际行动感恩纪念神 从他们发誓的那一刻起 黑死病就再也没夺走一条村民的性命 中国五千年传统是天人合一 敬神之天命 当今很多中国人不信神 不信天理 不信报应 是因中共灌输的无神论 中共在毁人 现在神要开始铲除中共 那些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人 作为其一分子 如不与中共切割 也会受到牵连 就如在一艘石像深渊的船上的人 除非跳船离船 否则都会面临逆亡的命运 但其中很多人 是在中共的宣传 利益诱惑和社会压力下加入的 他们并非真正相信中共 若因此而被中共带向深渊 跟着陪葬 无疑极其不治 而又令人痛心 上天慈悲 给了人充分的警示与机会 法轮功学员 在被迫害的24年中 一直在讲述着法轮功真相 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中共的真相 尤其是2004年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社论 系统阐述中共暴政历史与其邪教邪灵的本质 让很多人看清了中共 大义当前处处是艰难与危机 但也充满机遇希望 疫情是针对中共而来 那么疫情中最好的良方就是退党退团退队 从思想精神与组织上远离中共 重归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 坚守善道 就会得到神的保护 中共不等于中国 退出中共才是真正爱国 才是真正的利民利己 负责子孙后代的正确之举 目前在中国大陆 有超过四亿人三退 他们做出了自己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那些尚未退出的人 还在受着中共蒙蔽的人 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 得救度 那些曾因被蒙蔽而参与迫害的人 要想自救 在明白真相后 也要诚心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善待法轮功修炼者 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 从内心远离中共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尽早退出邪恶中共的一切组织 远离中共平安度过劫难 迎来美好的明天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听到这里 最小的脚